我今天覺得真是特別的高興 也特別的興奮 王教授呢 他的小說 其實我多年前 大概是60年代 我就讀過他的很多的作品 那個時候是在文學雜誌吧 我還很記得 給我印象很深的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的第一篇的小說 寫一個小男孩 經過一個裁縫店 有一個女裁縫 有這麼一個故事 那是你第一篇小說嗎 發表大概是第三篇 差不多的那個時段 而比較早期的小說 比較早 給我的印象很深刻 那後來呢 大概可能是60年代後期 70年代初期 確實的年代我不記得 就是你所寫的那個什麼 《家辯》那篇小說 也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我覺得你真的是一個創新 因為我覺得像西方的 James Joyce 我也看了他一些小說 我覺得因為西方的文字 是拼音的文字 所以James Joyce 他是用了很多拼音上的那些個變化 他拼出了很多那種聲音 用這個聲音傳達一種意思 而你在《家辯》裡邊 因為中國是一種形體的 彈音獨體形體的文字 所以你創的一些新的文字 我覺得其實是寫得非常成功的 因為我覺得你那個不是隨便這樣變創出來的 而是在你的變創之中 確實在你的形體的變化之中 表現了一種真正的情意的感受 所以我也有很深的印象 後來我就離開也太久了 所以我剛才在問你有什麼新的大作 我很願意讀的 但是就是這些個小說 都給我很深的印象 所以我知道你是一個 無論是在寫作 研究 教學上 都是非常認真的 很用心思的一個人 今天我能夠有機會跟你對談 我覺得真是像我剛才說的 是很興奮 也很幸運 所以當初就是這邊的紅卷團結集會 跟我聯繫 說王文勳教授想跟我對談 那我很高興的一下就答應了 我說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我覺得我是學習古典的 能夠有這樣的機會跟王教授對談 像剛才這個簡董事長所介紹的 他是現代的 而且是研究西洋文學的 所以我覺得我能夠說不定 從他這裡得到一些比較現代的 西方的這種啟示 啟發 給我們研究古典的這個文學的人 一些開圖一個什麼新的 新的一條童靜 新的一條想法來 所以我覺得非常高興 謝謝王教授 謝謝王教授 羅伊老師實在太客氣了 剛才他講的話我都來不及 我正想說 您講的每一句話 前面那個主詞都要換一個人 因为我原来也想讲 比较相同的话 甚至要超过这个的 讲给大家听 我实在是钦佩叶教授 在诗词上研究 不只是讲学 还有创作 叶老师的创作 尤其是词的创作 我读过一些 我觉得是跟王国为 是不相上下 不相上下 所以今天我来这儿 完全是来学习的心理 我说中国文学 几乎是挂灵的人 挂灵就因为太落伍了 所以能一直都有兴趣 都想自己在 到底看看中国文学 它的神秘在哪 那么中间也遇到过 许多困难 那从前都在想 要是能问叶老师就好了 但可惜那时候 叶老师已经 人在国外 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是 这是难得 三生有幸的机会 我可以在这儿学习 纯粹是学习 所以我实在讲 我应该坐在叶老师对面 能向叶老师学习 那么今天呢 这儿我们选的诗 都是叶老师选的 叶老师说 我们要讲 让大家有个概念的话呢 是这个永务的诗最好 因为这个比较最写实 最老实 所以呢 我也不多讲 我想时间都应该 给叶老师 但是请叶老师就开始 我们就直接就谈这个 这几首里头的 大概五六首左右 我们选五六首看 请叶老师 我们先看第一首 叶老师 我要跟王家壽 我们轮流来读 我先读一首 我先读一首 待会儿大家票选才行 我已经先投叶老师 全部叶老师来读 我们选了好几首 都是杜甫勇马的诗 我觉得诗人 真的 他写诗的时候 每个人 他的性情不一样 所以他所写的 那个物 他所通入进去的感情都不一样 杜甫以杜甫的性格来说 他真的是喜欢马 写了很多首勇马的诗都写得很好 那等一下我们再讨论 我们现在先读一下 第一首诗题目是 房兵草 胡马 兵草就是一个军官 我们称他做兵草 姓房的 那他得到一个胡帝产的马 就是中国西北方的那个地方产的马 大院的地方产的马 所以房兵草胡马 我们就读一下 胡马大院名 凤冷少古城 竹皮双耳俊 丰入四体情 所向无空阔 正看拓死身 萧腾有如此 万里可横行 对我要一读诗词很多 我在大陆上读诗词 他们学生就说 他说叶老师 我们听你讲话 你就是北方的口音 一点都不错 可是你读诗词 我们就不知道你是哪里的人 你怎么读了很多 就是奇怪的声音 那是因为诗词是一种美文 它的声音 这个音调 是在它的这个美感的特质里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的诗都是分屏则的 而且像房兵草胡马 这是一首五言的律诗 这个屏则的格律 是很严格的 那么有些个字 就是古人的入声 应该是则声的字 可是我们北方人 不会发入声的字 都念成屏声了 比如说这个 托死声的托 我们念成托 就变成平声了 所以我刚才把它念成 真看托死声 就是我念的时候 有些一个奇怪的地方的缘故 第二首 王老师 我们就叶老师念 然后我们再讨论 讨论完到时候第二首 第二首 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再起叶老师念 所以现在我们就请要老师 就这首我们就开始 第二首 第一首 老师这首刚才讲的 你说我们念完就讲 对讲 老师是不是还要讲的 那你说就现在 我不但念完第一首 然后我就开始讲 好 我现在换一个眼睛 因为我老花 而且有点白内障 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字 看不清楚 我要换一个眼镜 这个是杜甫 比较早年 所写的一首诗 那杜甫这个人呢 我想 这个 一个人的成长 他的性格 理想 志意的养成 常常与他生活的环境 他的家庭的背景 有很密切的关系 杜甫所生长的这个家庭 据杜甫自己说 因为杜甫后来呢 给朝廷献了很多篇幅 杜甫因为考了几次进士 老考不上 考不上呢 他想要叫朝廷认识他的才能 那怎么样表现他的才能呢 所以唐朝一个办法 就是自己写几篇漂亮的文章 最好这个文章 能够让皇帝看见 就欣赏他的才能 所以当这个 皇帝就是说 要举行一个国家大的典礼的时候 那时候举行有三个大的典礼 就是三大礼 那杜甫就献了三篇妇 就歌颂着皇帝的 这个朝廷的一切的这个政治的美好 献了三篇大礼 在他献赋的序言里边 他前面有一篇序言 他前面序言 我现在不会背那么多 是还可以背文章可能背的 而且我觉得杜甫的文章 不能算顶好 不到容易背 杜甫就说 他说他现在年岁已经四十多岁了 还没有什么成就 但是他家里边历代都是奉儒守官 就是尊奉儒家的传统 历代都是做官的人家 其实从他的元祖 大概十几世以前的元祖 就是晋朝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晋朝的时候 晋朝的时候呢 他的元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祖先 就是杜甫 杜甫就是给左传做筑解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到左传的筑解 都说杜甫的筑解 就是左传做筑解的人 所以是非常有名 而且这个杜甫呢 他不只是一个学问很好的人 可以给这个左传做筑解 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武功 各方面的成就的人 后来在晋朝的时候 被封作当阳侯 所以有一个当阳侯的称号 所以杜甫家里边 就是历代都是奉儒守官 就是说都是尊奉儒家 儒家的理想 就算齐家 然后就要住过平天下了 所以他们都是奉儒 而且都是示唤的 都是奉儒守官 所以呢 就算儒家的理想就是如此 所以杜甫呢 从少年时代 他的家庭的背景 就给他养成了一个理想 他觉得 这个作为一个读书人 所以论语上说 是不可以不红意 任重而道远 是 读书人都是是了 说这个读书人就不可以红 红就是有伟大的胸襟 红是宏大 义就是说有坚强的毅力 孔子就说 说是作为一个读书人 就既不可以没有远大的胸襟 也不可以没有坚强的毅力 所以古人老说 士农工商 士农工商 大陆上说农工商学兵还是什么的 那可是中国古人 古人士在前面 那士凭什么在前面 竟于士是当以天下为己任 说百公居士以成其士 这些其他的 有各种技能的人 他们个人有个人的一个专业 可是没有读书人作为一个士 士要以天下为己任 所以要其家族 然后要平天下 士当以天下为己任 士不可以不红意 所以杜甫从小就是受的 这样的这个家庭教育 所以呢 他的理想 所以杜甫有一首诗 也是他早年所写的一首诗 是送给一个前辈 韦记奉赠韦佐成 那个人做佐成 叫做韦记 他里边就说 他说他自己是致君遥顺上 在世奉索准 这是他的理想 他说我要使我的国军成为遥顺以上的 那样的古代的这个圣 圣者的贤军 我要致君遥顺上 再使风俗纯 我要使得现在变得这样的堕落败坏的风俗 能够转回来成为纯良和美好 就是致君遥顺上 再使风俗纯良和美好 这是杜甫青年时会一向所报的志向 所以他少年时会写的诗 比较上都是意气风发的 都是向上都是飞扬的 当然因为他中晚年以后了 他经过了很多的战乱流离 而且他在试幻上确实是不得已的 经过很多的挫折 所以我们就看他勇马的诗 从他少年的勇马的诗 到他中晚年以后的勇马的诗 就可以看到一个志意风发的人 是怎么样在他的人生的艰难挫折的旅途中 是慢慢的这样消沉悲开的一个转变 那么勇马的第一首《黄冰曹虎马》 是他早年的作品 所以还是意气风发的作品 他说胡马大愿民奉门兽固成 这个了不起的诗人 就是这个诗人 他的特别有天才的 真的是好的诗人 就是他跟这个万物接触 我们第一场就讲的是谈诗 我说诗主要是心方感动的作用 不管是外界的草木鸟兽 你看到他你就有一种 从内心生出来的一种共鸣 一种感动一种心发 所以他诗人就是如此 他真是能够掌握住那个重点 不像我们说了一百句都不相干的话 人家诗人一句话耀言不反 就把那个就掌握住了 所以你看《豆腐》开头 诗说这个马的来源 这个马的种 这个马的品种 马的品种 马的来源 所以他说胡马 运劝中国的中原 不是产马的地方 都是西北 我们所谓胡帝才是产马的地方 所以这个防兵朝这匹马 就是他从胡帝带来的马 所以是胡马 什么地方的马 是大院 大院当时是一个小的一个国大院 所以是大院这里是产名马的 所以是胡马是大院名 所以第一句 就是耀言不反 先把这个马的来源和品种 用简单的五个字就写出来了 所以那天我们在讲李白跟杜甫的情意 你看他写这个李白的平生的示范 李白跟玄宗的愈合 所以岂贵幼兆许 是愈我就肃信心 真是写得好 那么短短的五个字 把李白跟玄宗之间君臣的 愈与不愈 是愈合 他是愈了 是玄宗欣赏他了 可是玄宗不能够真正的用他 所以这种微妙的关系 那么五个字就写出来了 而他现在写马也是 你看胡马 大院名 写的那么简单 那么庄严 那么恰当 是胡帝的马 是大院的名马 怎么样 这个品种有了 奉的是兽骨城 他说这个马啊 是兽马 这个骨头架子都可以露出来的 露了这棱角 骨头的棱角都奉了 是天生来的 这个兽骨 是天生成的就是兽骨 这个杜甫是喜欢兽马 这兽马看起来比较灵巧 想必跑起来就很快 可是唐朝最有名的一个会画马的人 是叫做杭干 现在你看那个故宫博物馆 有时候转出来画马 有杭干画的那些马 都是胖胖的 唐朝人画画把女的也画成胖胖的 把马也画成胖胖的 可是杜甫不喜欢胖马 杜甫喜欢兽马 所以杜甫还写过一首诗 他说杭干画马不画骨 他说这个杭干画马总画马身上胖胖的肉 一点骨头都看不见 他说杭干画马不画骨 忍使滑柳气雕丧 说这个杭干怎么忍心使得滑柳 滑柳是明嘛 就忍心使得那个滑柳 看起来都这个精神雕丧 好一点精神都没有胖胖的 他说这个就不好 所以他喜欢兽马 所以狐马大院民 那凤文是兽古城 所以有他的品种 有他的形貌 这凤文兽古城还是一个总体的形貌 以后他就要仔细的 竹匹是双耳俊 那丰路的四提倾 真是写得好 竹匹双耳俊 他说这个马啊 你看什么叫竹匹 我们说竹子一个竹筒吗 这个竹筒 这是个竹子 另外竹子匹 你看 就是这么立起来 这马的耳朵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竹匹 竹匹就写那马的耳朵 表面都站起来 就像这样的马耳朵 他说是竹匹 像竹子匹开的 尖尖地立起来的 两个耳朵 就是高点的立起来 这个耸起来的样子 所以竹匹双耳俊 还是他的形貌 风路就四提倾 这就是他的本领了 所以这个马要跑起来 他四个马蹄 好像带着一阵风一样 那么轻快的就跑过去了 所以竹匹双耳俊 接着风能寿古城 风能寿古城是一个整体 竹匹双耳俊是一个部分 还是行了 到风路四提倾 这是他的本领了 跑得那么快 可是光写这个还不够 他说所向无空阔 是正看拓死胜了 所以在这个马 在这个马的面前 他所向 他所面对的 在这个马的面前 没有空阔之说 空就是 空阔就是遥远 忘不到边际的 那么遥远 所以在这个马的面前 没有遥远之说 你说哪个地方很远 这个马不在乎 千里万里 他都可以跑过去的 很轻松的 很快就可以跑去 所以他说所向无空阔 这还是这个 马的本领 马的精神 马的这个意志 后面一句 更妙了 是正看拓死胜 这个马不只是 自己的品种好 这个形貌好 这个才能好 这个志意也好 而且品德好 最重要的是 他的品德好 如果你有这样一匹马 如果这个马 任你做了他的主人 你就可以把你的性命 都拓给他 而且你看 杜甫用的口气 说真叹的 真的是 这个马就真的值得我们 把我们死生的性命 都托付给他了 真叹托了死生 而这其实也是 论语上 孔子说过的一句话 孔子说 祭 祭就是 骑祭 我们说 两马 两马 我们都是 我这个 我这个饭前 把不出一致地 说祭 祭 祭就是奇迹 就是好的嘛 孔子说 孔子说 祭 非 称其力 称其得也 孔子说 真正好的马 不是说这个马 他的能力好 跑得快就算是好马 真正的好马 是有品德的嘛 既非 称其力 是称其得也 所以你看 这个杜甫真 家里是奉如手法的 所以他受了 真是孔子的影响 就在他写一匹马的时候 他的精神都表现得 是孔子那种任重道远的 不但有本领又才能 而且有德性的 是这样的一种精神 所以萧腾又如此 萧是这个马 马的骁勇 这种勇敢的精神 腾是飞腾 他的飞腾的能力 他既骁勇又有飞腾的才力 有如此 像这个马这么了不起 是万里刻横行 哪怕千里万里 都可以终横驰骋 可以横行无碍 没有他的阻担 所以你看杜甫早年所写的马 真的是意气丰盘 而且用这么简单的 八句把这个马的品种 形貌 精神 财力品德都写出来了 所以应该是杜甫掌旗一首写马的很不错的诗 谢谢叶老师 刚才叶老师那样念 他说这和我们念的国语不一样 那的确不一样 不是我们国语的声调 那这声调是什么声调呢 那我敢说 这就是杜甫的方音的 相音的声调 刚才那个声音里头 好像有很多湖北音在里头 有这样的感觉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不晓得杜甫时候国语是这么讲的 当年唐朝有没有国语 在长安的话应该是西安化比较可能 我们这个国语很晚了 说什么大概清朝以后才变成今天的这个国语 所以叫Mandarin 所以说定当时的国语 就是叶老师念的那样的国语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绝对不一样 我们的语言真是 语音机会还很久的转变 所以那天其实还有一个人问我 说是这个诗 说是哪里的声音才是标准 是不是广东话才是标准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当然广东话 或者是我们这里的闽南话 就是保隆的录音 入圣的音比较多 可能更接近古音 可是其实中国古人写诗的 这个声音并不同意 你看古代的诗人 哪里人都有 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 是不是 也有河北的 也有江南的 什么地方的人都有 所以他的声音肯定不同的 但是还有一个基本的 那个运输 哪些个字是押韵 他有一个基本的 所以一般说起来 那个是相通的 可是读起来肯定不一样 对 是 那么 一老师刚才已经把这首诗的意思都已经讲完了 这现在叫我来跟着相当之困难 所以下一首请老师先讲 那是这样 我只好换一个方式 就是说 这首诗呢 我绝不是一遍就看懂 两遍大概也还没完全看懂 那我后来逐渐是看懂了 多少遍我就不讲了 那么到看懂和没看懂 是差很远 差很远 我先讲我起先看不到 没有注意 没看懂的 而起先呢 普马大愿民 这看还看得懂 一定看得懂 风能寿骨成 可以看懂 我没想到是瘦马还是胖马的问题 当时我想的 那大概就是说 不管这个毛怎么样 它要是跑起来的话 那筋骨粪张的话 那个骨头的形状就露出来了 所以有可能当时这么想 风能的话 是它跑得肌肉紧张 然后背上的骨头 或者是肩膀上的骨头 那么就露得很突出 是这样想 再玩了 竹皮双耳俊 竹皮对我没有问题 因为我是福建人 那我在这个香音里头 就有竹皮这两个字 竹皮是什么呢 竹片的意思 那经过一老师一化 我就觉得我当时也没错 就是竹片了 竹片是削成三角形的竹片 那就完全对了 所以竹皮双耳俊 当时也还不是太大问题 竹片就是了 那竹片形容马的耳朵 真是非常好的比喻 比得非常的好 又是薄片 又挺 那么又尖 这是像是很有精神的马耳 然后我成问题的是 当时是风入死体清 当时我觉得这一句写在这儿 没什么力量 我的感觉不是说没看得懂 而是说没什么力量 那显然我是觉得前这四句都很有力量 风入死体清 所以我有这个误解 是我没想到 风入的时候 是要写马在飞跑 当我读的时候 我没想到马是飞跑 我以为马在走路 那马在走路散步 那四句经只是说 四句举得很轻松而已 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到后来呢 想通以后才想到说 这是说的 马是飞奔的时候 那四句平常也许还有一点重量 到飞奔的时候 这个四句呢 根本就没有分量 没有重量 像羽毛一样 轻微像羽毛似的飞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那这个句子是有道理的 就修正我原先的这个误解 觉得这个是讲飞奔的马 所以它死体清 然后后头四句 第一遍就觉得好得不得了 看诗的时候起来都很懒惰 就想诗短一点也好 或者呢 读了长诗的时候就想到 好句子少一点好 好句子少呢 我就得来快一点 省得再去看其他那些 所以开始看这首 看了后的四句 我就觉得我收获都有了 没有不需刺行 没有浪费时间 前头四句我读了 觉得不错 到后头四句 那整个就被他完全被他掌握 吸引了 所以当时读的时候 初读就觉得 光是这四句 这已经值得了 后头四句已经值得了 因为后头四句 不论语言 有多好听 那是他所写的气概 真是 气概 可以说是没有人可比 他的所向无空或 像刚才老师说的 我当时所讲的就是 前头一片茫然 前头大概万里之遥空的 所向无空或 就是说对马来讲 一万里我也算不得什么 就一万里 我一刹那我就给你跑完了 所以所向无空过 当时我是这样看 一万里一千里 我一短时间我就给你跑完 所以等于没有空过的距离 这样的好马 真看脱死上 这是讲的最好的一句 因为讲的是这样的透彻 刚才叶老师说 这写的是马的美德 马的挺格 是的 这种马比人还可靠 比好朋友还可靠 比一家人还可靠 你一家人能够真看脱死生吗 希望可以 所以这几个字呢 真是讲的透彻 把该讲的话都讲尽了 所以王恩石说呢 说天下好与度师说尽 本来是说天下好与佛说尽 佛说尽 但是王恩石说 度师已经都说尽了 那这就是谁能说得这么好 真看脱死生 说得这么彻底 那么肖腾又如此 肖腾他不说快马 因为确实肖腾比快马更好 这两个字代替他 他更能够写出这个马的快速度 跟马的这个强悍的性格 万里可横行 这也是气概不得了的 所以当时我就这后头四句呢 就完全掌握我的这个整个人注意力 但是呢 多读几遍以后 把前面的封入四提清解决了 结果后来我觉得 所向无空或出了问题 也许不该多读 读完读了以后呢 我觉得有个问题在哪儿 就是所向无空或跟万里可横行 是重复 好像前面的两句 跟后头两句讲的话是一回事 当然都讲得很好 但是我们觉得 为什么它会重复好像 意思是一样 所向无空或 马是无论哪儿都可以跑 后面说万里可横行 也是万里无论哪儿都可以跑 那不是讲了两句相同的好了吗 后来我查了一下 好像是说 所向无空或有另外的解释 就是那个空或 有人讲说空或是指西间 勾到很宽的西间 因为有人举了几个历史故事 是刘备在数字里头 说刘备躲刘表的时候 骑了一匹马 快马 到一个勾到地方的时候 他觉得完了 后头追病已经来了 殊不知这匹马救了他 真看拖死生 这匹马一纵跳过去 后来刘表就抓不到他 所以呢 这个故事呢 就是所向无空或 真看拖死生 这个故事的来源 假如这样讲的话 那么所向无空或 就没有重复 跟后头就没有重复 因为前面说的是 所向无空或 就是他勾都跳得过去 这个河他也跳得过去 那么所以 真看拖死生 该跳的时候 你可以拖他来跳 后来他说 肖腾有如此 那还是赞美这匹马 万里可横行 现在讲话说 我们现在骑这匹马 去哪儿都行 去哪儿都行 所以一上了之间 好像这个 就有可能呢 空或是 确实没有跟后头的重复 当然了 我们要讲气概的话 无所谓 这个意思没有关系 前头已经很有气概 但是有时候就想到 我们宗巴士 尤其杜甫 觉得他一定是很小心的事 所以就可能呢 后来这个空或的解释呢 这也许有点道理 也许有点道理 可以看成的是一个勾道 还是怎么样 不过呢 这些解释都是百价都有 有时候也有别人 有别的看法 所以呢 这只是提了一个 许多解释里头 有一个可能可以采用 可以采用 这首诗呢 关于胡马大苑陵 这个第一个字 我们现在发音东院 大个碗子 那是跟吴殷有点不同 吴兽殷呢 这读读是说 是这个于远切 所以它是可以 我们应该照古音来念 那等会儿 好几首诗 每一个字 都有很多不同的发音 老实讲 就是古音 都有好几种古音 你说是哪一个朝代的古音 都不一定 所以往下的时候 会看到一些读音的问题 读音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还请教老师 读下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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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实在是 非常好 我们看是不是下一首 高度货 我还是说一说前面这一首 是 刚才王教授提到所向 无空或侦探或死生 是因为真是在三国志上 记录一段故事 说是刘备有一匹马 前面有一条白毛 这匹马叫做地鱼 有一个特别的名叫做地鱼 那后面有些方寒 就是我们说 中国总人说 这个人 什么一个太太方丈 这个马真的是方了我 可是这个马就会跳 就说马要跳过这个 潭溪嘛 就是跳过那条水了 这是可以有这样的 可以有这样的联想 不过杜甫呢 当时倒是未必用这个故事 他只是还是就是形容 这个马的精神跟勇敢 至于说到这个地鸣 这个字是婉 我们说婉然 什么义婉然 还有一个剧团 那个婉然 这个 但是 中国就是有时候 特别是地鸣跟人鸣的时候 他就常常有一个特殊的读音 所以我们习惯上就念他 胡马 大元鸣 那现在我们就看第二首 第二首 第二首我们还是先念一遍 高都后 匆马行 安息 都后 胡青松 身家忽然 来向东 此马 临阵 久无地 这又是我要念了一个入神字了 此马临阵 久无地 与人一行 成大功 共臣慧养随所至 飘飘远至流沙至 雄子未受福利恩 猛气又是战场力 晚处提高如仆蝌 叫何几处成丙 这个字念成 就是一成两成的成 古人就写成真 叫何几处成丙 武画上座云满身 万里方坎 汉流穴 这个看字在这里反而是念平生 念看 看 长安壮尔不敢骑 走过车殿清晨之 轻似落头 未君老 和有雀妇横门倒 这是很妙的一首诗 高都护松马行 这个高都护是当时唐朝的时候 一个很有名的一位将军 叫做高仙之 神仙的仙 靈之的之 叫做高仙之 都护是一个公安职的名称 这个高仙之 据说在当年 就是在天保八年的时候 曾经平定了一个湖人的部落 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工业 那可能他从这个湖帝给带回来这么一匹马 但这个马呢 杜甫就不是单纯的 像那个黄冰曹湖马 只是从这个马的形体了 精神了 才能了 品德了 来写这个马的这种消融 这种沸腾 不是 不只是如此 就是第一首诗 杜甫写的还是比较单纯的 那么这第二首诗呢 今天就有很多作文 你知道吗 是安息都护是胡秦宗 安息是地名 应该是在现在安息都护武行 在新疆那边的地方 所以这个高仙之呢 做安息的都护 所以安息都护 就是高都护 安息是这个地方 都护是他的官职 安息都护 他的这匹马是胡帝 胡帝是特别产名马的 而这匹马是什么一匹马呢 所以是青葱 这叫做葱马 青葱马 可能是马身上有黑白花的 这样的一匹马 可能是五花马千金丘 可能身上有青白色的花纹 可能是安息都护胡青葱 身家忽然来向东 因为这个胡帝呢 这个安息是在中国的西方西边的地方 胡帝 那现在他把他带到长安来了 所以这个马就是这么有名的一匹马 一方面他的这个毛色 所以葱马呢 这个毛色是非常鲜明 非常美丽的一匹马 而且是红马 是本领也是很出众的一匹马 所以生是有名的架 这个马真是非常贵重的一匹马 忽然就是他就突然之间 那么遥远的地方 竟然被高都户带到东方 就是带到长安的首都来了 所以生家忽然来向东 那什么一匹马呢 他说 此马临阵久无地 与人一省成大功 这是高都户高先知的一匹马 所以就是高先知 就是由这匹马 所以建立了他这么伟大的工业 所以这个马 当他在两军的挣钱的时候 没有他的对手 这个马之骁勇之勇敢 叫脚建 就是没有他的对手 所以赤马临阵久无地 久无地 所以说 hija才能啊 而这马又说他的品德 与人一省成大功 他就是专门要帮助他的主人 与人 就是他帮助他的主人 他全心全意地帮助他的主人 就是希望能够为他主人 你真实能够建立一番伟大的工业 与人一省成大功 可是现在这个仗打完了 这个高先知高都户把这个马带到长安来了 这马本来是在西北的战场上的 这个冲锋陷阵的无敌之马 现在把它带到首都的都城的长安来了 那这个马 这个马本来应该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现在被这个主人带到长安的城市之中 他失去了一个冲锋陷阵的一个场所 属于他的一个环境 他失去 他说这个马是并成会养 就随所致 那么他已经帮助主人 也建立了大功 那么工程 主人对他有恩惠 主人要续养这匹马 把他带到长安来 他就心甘情愿地跟着主人回来了 就随着主人所致 你把我带到哪里 我就来到哪里 写他跟主人的感情 所以工程 而且说你对我是会养 是主人因为爱护我 主人对我有恩惠 所以主人虽然不让我冲锋陷阵 还是要会养我 我就跟随他 就来到不用冲锋陷阵的 这个长安城的 就飘飘就远自流沙志 飘飘还是写马 这个丰入司提倾的 这么轻快的样子 就从那个充满流沙的西北 来到长安飘飘远自流沙志 所以他要写一个马 这个马呢 也是就是对于主人 还是很忠实的 还是很有感情的 可是毕竟毕竟他失去了 他自己冲锋陷阵的所在 所以熊子未受福利恩 他说这个马你看起来 他那种熊子奋发 那种羞腾的那种勇敢的 那种精神那种姿态 他不是不是一匹老马 不是说没有用的 我们说老季才福利 这个老马跑不动了 谁就趴在马槽那里吃草 就不动了 可是这个马不是 这个马还年轻力壮 这个马还可以立大功了 未受福利恩 他有熊子 他不是就让你放在马棚里边 光吃草养老就好 那匹马 这熊子未受 就是你对他好 你要养他 可是这不是属于他的场所 这熊子未受福利恩 猛气 又死战场里 这个场子其实倒是令平生 他说你看他那种英猛的精神 你就知道他的内心 所思念的 所怀想的 是在战场上充分限制的那种工业 所以他被主人从战场上带到城里来 虽然是他也感谢他的主人 工厂会让谁所知 但是他猛气又死战场里 他还是觉得战场上 中方县镇才是真是属于他的地方 他怎么样呢 他晚凑提高如头铁 他说这个马的角落这个万呢 就是要很高 这个足裸又高 这个马 这个大概这个蹄子甩起来跑得就越快 所以这个晚凑提高 所以马蹄很高 这个马腕很紧 可以躺在庭上的 有这样的力量 是焦河几处曾兵裂 说他经过焦河 焦河就是西北的 所谓安息都户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说唐人有事 说什么黄昏以马放焦河 就是那个焦河 我曾经去过焦河的古城 一片黄土的氛区 底下是两条河 所以他叫做焦河 所以他说这个马曾经到过焦河 到冬天的时候 那焦河的这两条河水 都是冻的冰 说他的那个马的铁蹄 马的蹄子上常敲一块铁 他说有多少次 几 几是不止一次 也就是多次 就是践踏 说就是在焦河的寒冷的冬天 结冰的河水上 这个马他的铁蹄有多少次 促他在这个结冰的焦河上 使那个层冰很厚的冰都被他踏裂 写这个马的马蹄子有力的焦河去做层冰裂 五花三座云满身 这个马真是美丽 所以五花马 这是白马上面有青色的那个花纹 所以五花马像是朵朵的黑云在他的身上 五花三座云满身 万里放坎汗流穴 古人常常说最好的名马叫做汗穴马 所以这个马要是奔跑到万里的时候 它出汗 这个汗出如穴 这个我也没看见过 这是书上这么说 就叫做汗穴马 所以这个马呢 是万里放坎汗流穴 它要跑万里才开始流汗 就是流这个汗穴 万里放坎汗流穴 长安壮尔不敢骑 走过车垫清城之 那么他离开战场来到长安 长安有多少那些个豪壮的儿 就是说那些年轻人 他是长安的那些 就是最勇敢的最强壮的年轻人 都不敢骑这个马 这个真正的豪马 你一定要骑马的马主人 真正有本领 他才听你的话 才服从你 所以你看到有些个 西部的那些个电影片 那匹马你驯服不了他 你上他就把你摔下来 所以那些长安壮人不敢骑 走过车垫清城之 有本领的马 就是一般人都不敢骑的马 当他从长安街上走过 比想长安的街道 车水马龙的 但是很少看见 像这匹匆马 这么勇敢的这样的一匹马 所以走过车垫 他从长安的大街上 跑过 就是从一个闪电过去一样 吉言吉跑到车垫 就是一个电闪的一闪 所以清城之 满城的人都认得这匹马 这都是形容赞美这匹马 但是他的主旨就落在后两句 而他这个主旨的前边 已经逐渐的多 运渐隐隐藏在里面了 是青丝落头为君老 我们双马就有一个马龙头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杜甫说的 其实有点奇怪 因为这本来是杜甫 就是中国古代的汉乐福 有一首诗 什么就是什么 写那个军之切友夫 正切说明书的那个女子 那个女子就是说她的丈夫 她说东方千余记 是夫婿在上头 那么骑着那个马 是庆祠落马尾 黄奸落马头 根据汉乐福的诗 所形容的名贵的马 是说在马尾上 有青丝绑着马尾 前面是黄金的马的龙头 是青丝系马尾 黄金落马头 根据汉乐福 是说青丝落马尾 黄金落马头 这是汉乐福说这些马 这是高贵的马 说尾巴上是绑着青丝 这个马龙头是用黄金的 这是非常名贵的 青丝落马尾 黄奸落马头 东方千余记 是夫婿才上头 这是那个什么 《日出东南渝》的一首汉乐福的歌 所以应该是青丝落马尾 黄奸才落马头 所以一部分中国古人做事 有时候也很奇怪 他常常把两个结合起来 说在一起 所以他们青丝落头 所以你不管他头上落的是青丝 还是黄奸 怎么而言之呢 他是结合了青丝落马尾 黄奸落马头 吉言这个不但是马的贵重 而且是人他的主人 最大的贵重 所以他身上又佩戴着 都是这么贵重的装饰 像现在的养的加工的楚入 那狗身上不但穿了些什么 戴了些什么 所以这个马呢 青丝落马尾 青丝落马尾 黄奸落马头 他说既然是主人对我这么好 所以青丝落头 是为君老 我就甘心 我甘心为你中老 你就是把我从属于我的 那个重逢县阵的战场上带回来 使得我再也没有能够表现我的才能的机会 可是只愿意对我好 我甘心 我心甘情乱的 我就跟你回来了 青丝落头 我为你 为君老 我是 我在感情上说 你对我既然是青丝落马尾 黄丁落马头 你对我这么好 我甘心跟你回来 离开我自己所归属的地方 离去我自己的才能 所能施展的那个环境 我甘心为你中老 就跟随了你 可是 我尽管感情上这样 可是我真正内心的理想呢 我想 哎呦 这不很猛到 哪一天 哪一天再有机会 何游 什么时候再有机会 我再跟你 从恒文的道路 再出去跟同盟见证 再打一场仗 再为你立付伟大的功面 所以这个马 就比刚才的黄冰头的胡马 有了很多的转折 写出了很多委婉的感情 人与人之间 也许 你也有 有没有一个人 你愿意说有这样一个人 我愿意把我自己所有的才能都牺牲 我也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有没有这样的人 而且有这样的人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 对于你所牺牲的才能 还是有一点点的 这种流远惋惜的心意呢 这些很微妙的一首诗 我个人一读到杜福的七言就很高兴 就觉得像讲话一样流畅 而且异扬顿挫 有一种蒸汽运转 都能够感觉出来 所以杜师一唱三叹 在七言里面 我特别觉得能够有共鸣 这不是说他的意思 就光说他的音乐 他的音乐能够立刻有一个共鸣 所以这首是七言 那一读起来 我个人也是觉得有这种好处 觉得很好读 很容易读 读起来很愉快 而尤其呢 在这里头 歌型呢 句子很多 那么要挑 特别读起来愉快的 也比较容易挑得到 你三四句是挑出来 万一挑不到 也就 就难免有些失望什么的 那你句子多了 那一挑就 一定会挑到非常好的 你特别喜欢 所以我个人呢 我特别喜欢 那个 晚处提高如波铁 焦和几处 曾冰裂 这两句 乃至于连续下头两句 五花散坐云满胜 万里方看 汗流血 这个呢 我特别觉得在音乐上 特别 让人能够接受 也能够去好听 那不但呢 尤其这个晚处提高 这一句呢 不但我觉得音乐好听 呃 他的描写也是一流的 也是一流的 呃 写一匹好马 他现在注意力就集中在马的腿上 啊 马的腿上 先说 他碗粗 那个马一条腿 分它两节的话 下头那节是碗 下头那节是碗 那节的碗特别短 又粗又短 这种马呢 我们连外行都可以想象 如果他下头这一节又粗又短的话 那他跑起来的这个能力很强 因为这个粗的腿 他一定胜 能够胜任 他的这个长途的奔跑 所以 碗粗的意思 不但是说这个 这个下头那一部分是短 必定也是又粗又短 所以有这个 让人有个马上有个感觉 就是他是善于奔跑的 耐力很强的 体力很强的马 那么 这个提高如拨铁 或者如铺铁 那么提高的意思 这个更好了 就是让我们注意力呢 注意到 不但你要注意这这匹马 它下头腿下头的部分的那一节 你还要再注意它最下头的那一端 就是马蹄的那一端 马蹄怎么样呢 他说这提高如拨铁的意思 就是好像拨是踏的意思 提高好像踩在铁上 那的意思就是说 这匹马的马蹄下头那一段高得很 下头那一段高得很 提高嘛 很高 高的像什么 像一大块的铁团 一大块的铁块 而那个铁块有多厚呢 大概起码五寸以上 那么越厚越好 越厚越好 所以是提高如拨铁呢 就是给我们这个印象 就是那个铁是又厚又硬 那么看起来像一大块的升铁 这呢就分别 两个重点把这匹马一身的特色都能够写出来 他不必写他马的头有多好 马的颈子有多好 或者是身子有多好 他光注意到这个选择 光选择这个脚的下半部就够瞧的 所以完全是画家的注意的眼睛 这个是很好的画家 他画一匹马的时候 他能够取尽其为的 把这个马的一条脚的下部 这个脚的下面的部分 脚的下面部分详细的准确的画出来 那么焦和几素层并列 那么这是说连接上一句 就是说你脚是这么样强而有力的腿 而且又是铁蹄的腿 那真是铁蹄了 铁蹄的腿 那么这样的话 踏在冰上怎么样 踏在焦和的冰上 那个冰是层冰是厚冰 不是薄薄一层啊 那个冰是很牢的 再牢的无所谓 这个冰就是接着有一张桌子这么厚都没关系 为什么 它一踩上去啊 层冰都会裂掉 它踩的力量就那么大 所以这两句是合起来看就更好一点 下一句就解释到上一句说 为什么你要讲它提这么厚 提厚怎么样是原因 提厚了之后它有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 你踩到踏到厚厚的冰上的 那个钉都会碎掉 钉都会裂开 所以两句合起来呢 那就让人觉得就更完整了 那下头呢 五花散坐云满身 哦 当然是五花马 这有很多的这个人都写过啊 有三花马有五花马 一般都是确实都是说 他身上的花纹 大概有五团花纹好了 我们这样想 我们这样想 有五团花纹 我把这句讲完就休息 好 那么 那么 有五团花纹 这个五团花纹呢 为什么要把它说成是 就是五花散坐云满身 是不是说这五团花纹 每一团都像一团云 假如是这样的话呢 那五花就是又跟云又有重复了 有必要要这么说吗 是不是五团花就是五块云 可是呢 可是呢 有可能 他讲超过这样的意思 因为他下面说 万里方看了 汗流血 所以前面这个五花散坐云满身呢 这我想有可能是说 这些马流汗的时候 这些马流汗的时候 他的那五块的花朵 散开来了 那一身的汗的寒毛上 捏了汗以后 就浸开来 晕开来 晕开来 所以呢 就变成满身的五块大云团 或者是几块的大云团 扩充开来看 那么 那什么时候是这个样的 那就是跟下面讲 下面说是万里 你跑一万里 那那个时候更不得了了 跑一万里 这匹马 那个红血、赤血都流出来了 这是神话或者是传说 但是这个传说有个条件 就是说一定要跑一万里 那你前面这个 他没说万里 那就是十里 当然你跑个小跑一顿的话 你就是五花散坐云满身 小跑一顿的话 这匹马还是出汗 不能不出汗 不过那个出汗还是汗 只是汗不是血 你跑小跑的时候 你是五花散坐云满身 那是豪万里的时候 那血就出来了 那这样也许这两句 前后有一个关联 也许这样就使得 这个五花散坐云满身的时候 看起来就比较 跟下一句会 勾得紧一点 勾得紧一点 最后我也觉得 钦丝落头 为君老 何有却处恒门道 奇怪 有些书上说 那个恒应该念光子 这不晓什么来源 他说念光门道 那么 这个要存疑 存疑 不过这两句的意思 确实很动人 让我们觉得 最起码呢 心里老想的回到西北去 回到西域去 回头才是他 可以一展才能的地方 杜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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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是 写真的跟画一样 写画的跟真的一样 就跟我们说画 看真画 真画真好 像假画似的 他说假画真好 像真的似的 所以他就写的是画音 也写得非常 所以杜甫这个人 人家说他是 极大臣的作者 什么体材 什么内容 什么样不同的感情 他都写得好 宿练 奉双体 这一句话 就真是写得 写得好 你看 宿练 宿练这批白绸子 就是随时画 所以他不是真的 所以宿练 这是一批白绸子 是那个画的那个底 你画在一个 白色的练绸子上 在白的丝卷上 画的一支音 所以是宿练 他是画 可是你看这个宿练 只因为他画了这个音 风双体 你觉得那个 白色的宿卷上 真的就风双体 霜就起来了 因为总是秋高了一个 风级的时候 才是涉猎的时候 于是这些个猎人 才会这个 苏东坡说的什么 这个老父 老父撩发少年狂 怎么样 左倩黄 右倾仓 锦帽钓球 我千计 转平钢 出东坡坡的 我老父 就撩发少年狂 我虽然年岁老大了 我还有少年的异性 我的异性 我还可以出去打猎 怎么打猎 你看 左手牵着一批黄狗 左倩黄 左手牵着黄狗 右倾仓 右边的手臂 就举着一只苍蝇 这是苏东坡说的 所以你看 我要出去打猎 他说是左倩黄 倩是手举的 倩就是苍蝇啊 左倩黄 右倾仓 他说我戴着锦帽 穿着雕鞦 戴着一千 这个随从的人 像一阵风一下 从那山岗上跑过去 千计卷平岗 我现在是说 我现在是说 这个风霜起 是秋天的时候 秋天的时候 所以你看秋冬之际 因为天冷了 这个草黄了 草短了 所以你看野兽才看得远 夏天的时候 深山茂林 你这野兽很多看得清楚 所以呢 秋天木叶黄落 这个黄草都枯短了 所以才出去打猎 是秋高的时候 才去打猎 所以是风霜 所以你一看这个 白色的画篇上 只愿有一只鹰在那里 你觉得一片风霜就起来 宿炼风霜起 为什么让我们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这画真是画得好啊 是苍蝇画作树 因为他画的一批苍蝇 又青苍嘛 是他 又青苍 这个苍蝇的画作 他的绘画 他的创作 真的是书 与众不同 这个画真是画出来 这个鹰的精神气概和生命 苍蝇画作树 耸身似脚痛 这个你看那个老鹰 要抓什么 他这两个翅膀这么端起来 所以耸 这个身体好像这么耸起来 你一看这个画的那个鹰 这个肩膀这么端起来 你就想 哎呀这个鹰 需要下去抓一只兔子吧 兔子跑得很快 所以是一只脚滑的兔子 所以他要飞得很快 才能够抓住 所以耸身的样子 就是脚痛 側目是仇虎 画这个鹰的旁边的侧影 画他一只眼睛 这个眼睛啊 眼眶挖进去 眼睛在里边 这鹰的眼睛是如此的 是仇虎 就是虎人 西方人 好说明说 那个眼眶很高 眼睛挖进去 就像那样的人 所以虎就是那 外国的种族嘛 我们中国的眼睛比较平 外国的这个 所以这个 生目嘛 眼睛 眼睛挖进去 鼻子这边 这个眉骨高出来嘛 而且那个眉毛皱起来 所以像那个 带着愁容的 那个胡人 那个外国人 眼睛挖进去 所以他说 耸身是脚痛 侧目是仇虎 陶玄是光看着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画音 而且画在那个画像上 这个鹰是被一个 一个桃子 一条丝带 绑在哪里了 你看人养什么 鹦鹉啊 都有个带子 把它绑在那里 炫的就是那个 铜 那个一个铜 铜的 圈铜的 就是绑这个带子的 是那个炫 所以你看那个 画的那个丝带的颜色 你看那个铜环的那种 光影 逃顺 光看着 你看那种颜色 光影 你觉得你可以上去就把它解开 就画得跟真的一样 那一个 那个丝带 跟那个铜圈 你看起来 它就跟真的一样 好像我上去就可以解下来了 所以 铜片光看着 那个光彩 你真是能把它解下来 这个图画就挂在窗边 那个样子 好像是 这个 老鹰啊 如果打猎 你这么一吹口哨 这鹰就飞下来了 所以你就觉得那个老鹰 你只要一呼啸 这个鹰就会飞下来了 圈鹰 而是可虎 最后这个都府就是了 都府年轻的时候 真是意气风发 这也是他早年的作品 我们讲马 从他的虎马去少年的 到病马 那已经是衰病的老年的作品 像他的转变 这个画音是他少年的作品 所以他们这个鹰啊 这么勇敢 何党鸡反鸟 这个老鹰什么时候 才能够真的飞下来 要把那些不成才的 那些个愚蠢的 庸丸的鸟 都把他们打败 何党鸡反鸟 而且不但是鸡反鸟 这个都府就是 毛血洒平无 要把那些鸟不断打败 而且把他们的身体都撕裂 让那些鸟的羽毛鲜血 都撒在草地上 这个 这个杜甫用这两句话 为什么他说的这么可怕 你看陶一鸣的诗里面 从来不写这些血淋淋的字呀 就是杜甫 杜甫这个人 真的会写出血淋淋的东西来 而杜甫为什么这样写 你要 所以你要参考 刚才我们说杜甫 现在山大里前面有一天 续 他说我们家里也是凤如守观 所以他是儒家的传统 杜甫还写个一个 关于英 英妇 就是专门就写英的一篇妇 他的英妇里面写什么 他是把这个英 比作一个贱官 就是在国家里面 就是管这个贱券的 那国家里面有很多贪赃枉法的 是一个这种官吏 就是那些个 而这个贱官呢 是要弹劾 是要纠谈 好像是监察院 要指出来这些个错误 要把那些个人加以大敌 所以他的英 为什么写得这么血淋淋呢 因为在他的头脑之中 他的名音是一个主持正义的 而那些谁烦鸟着 就是那些一般的贪赃枉法的 只是就是贾宝玉说的什么 这个力斗 就是追求名利的那些 腐蚀国家的虫子 所以他的核当极反应 毛写一扫平 我们就把都市谈到 这人 毛教授还要谈一谈呢 不 不 我想 我只补充一句话 就是说 刚才谈的里头 马谈了很多 那英呢 谈一手 而这个英呢 是画英 它不是真的英 但居然杜福有这么高的能力 能够把这个画的 不是真的 都写得栩栩无声 是吧 他好像这个 对一个好的诗人 或者画家来讲啊 虚实是一回事 没有关系 他就是写 诗人写画的 假的英 他都能够把它写得像 实体的苍蝇一样 那么杜福这样写 也不但是这次这样写 他写马 经常这样写 写画的马 那写画的马 一样写得栩栩如生 只是说 我们这次因为选了有限 所以没有把那个画马给写下来 其实画马是也都像真马一样 像真马一样写得好 所以的确 我们这个虽然只选了棘手 这个意思呢 也是希望说大家有机会自己 可以找他这一类的诗来读一读 读一读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比看电影还好看 确实是比看电影还好看 现在我们迫不及待的 应该请叶老师把他净作 诗也好 写在这个白板上 让大家欣赏 谢谢 我平常不是特别找个题目去做事 是有一年 其实也不是 就是前年吧 冬天 快要过圣诞节的时候 就朋友很多寄个卡片 寄个卡片 那有个朋友呢 就给我寄了一本呢 这个册子 上面呢 寄了一本册子 这个册子上面呢 都照的是老油灯 老油灯 在中国现在大陆里面 常常流行老相片 什么都找老相片 所以他就弄了一大堆 都是老油灯 各种各样的 从汉朝开始的 各种的油灯 就弄了这么一个图像 那我就看这些老油灯的图像 我就发现 但中间有一盏油灯 就跟我小时候 我们家里点的那个油灯很像 你要知道 我跟你们的时代 这个 我是很老的人 我是八十岁 所以我小的时候 你看那真的是八十年前了 七十多年前了 至少 那时候我们家里还没有电灯 没有电灯 所以晚上就点一盏煤油灯 那时候还不叫煤油灯 中国自己还没有煤油 那叫做羊油灯 所以就点那个煤油灯 就是那个羊油灯 那个羊油灯呢 有个玻璃灯罩 每天晚上有个棍子啊 上面弄个棉花团啊 哪一个布包起来 这么刷来刷去 就把昨天晚上的那个熏的烟给它刷掉 然后再一个点 然后把那个灯 再点高一点点低一点 所以我家里重新就点那个老油灯 我就在那个老油灯底下 就念唐诗的 是不是 那所以呢 人家就送我一个老油灯的一个图像 那我就看到这个老油灯 这我不是说我在灯底下就念诗吗 念诗 我不是刚才说 我做梦的诗我自己凑不出来 我就把李尚颖找来帮忙嘛 因为我 我当然是 我竟然教诗嘛 这个我教了很多的诗人词人 一般说起来 我这个人其实相当开放的 所以我很多诗人 有各种不同的好处 我都欣赏 可是呢 我特别就是对李尚颖的诗 好像能够引起我一种 就说不出的一种共鸣的样子 那我那个时候就读李尚颖的诗 李尚颖呢 只有一首诗 他的题目就叫做灯 李尚颖的这首诗的题目就是灯 他的灯怎么说呢 李尚颖的诗 现在不是我的诗啊 李尚颖的诗说的 说是缴戒 缴戒中无隽 这个截字我有念截字是个入绳字 缴戒中无隽 煎熬以自求 所以这个灯 他总是要 他总是要给人光明嘛 所以他总是皎洁的 从来不觉得疲倦 他总是要给人光明 那他是要燃烧自己的 所以煎熬 煎熬是他自求的 因为这灯的命运 就是被点燃 所以他说 缴戒中无隽 煎熬以自求 那么这灯在什么环境呢 所以他就说了 化石 随酒圆 雨夜 被窗袖 如果是开花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个古人说 说更是红柱 赏藏花 你白天看了花呢 晚上呢 你真是喜欢这个花 所以你就拿着一盏灯 还仔细地看这个花 而且你赏花呢 还有饮酒 所以他说这个灯呢 也曾经有过美好的光阴 所以这个灯 曾经在摆花齐放的春天 随着那些个诗人文士 在饮酒的时候 远到各地方去 拿着这个灯去看花 化石随酒圆 雨夜被窗袖 有的时候呢 是在一个寒雨的夜晚 一个人孤独地在窗内 那么他就把这个灯啊 就是熄灭了 所以雨夜被窗袖 那时候我小的时候 我就读李商隐这首诗 我们家里也有油灯 所以就是当这个朋友 送给我这个油灯的 这一本图画的册子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李商隐的这首诗 所以我就写了这首诗 我说 谢谢 当年 爱颂一山诗 酒边 花外 陈吾芬 余冷窗潭 是有梦志 人老去 愿都吃 这是去字 一个句点 人老去愿都去 路看 图影 其相似 众心 一页 瓶水室 地利长鸣 用叶石 这是我从这灯说的 这是狡借 煎熬 你追求了光明 你所追求的是光明 你忍受的是煎熬 你为什么要追求光明 不见得每个人都要追求光明 你为什么要忍受煎熬 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愿意忍受煎熬 又是李商银的诗 李商银你说过 李商银说锦色 怎么样 大家都回备了 锦色是五短 就五式旋 作为一个锦色 锦色是一种乐器 天下的乐器多了 你像琴 有五根弦的五弦琴 有七根弦的七弦琴 琵琶只有四弦 不是人家一样弹得很好听吗 二胡只有两根弦 人家拉出来音乐 何尝不好听 你作为一个锦色 你为什么要有五十根弦 人家五根弦也活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五十根弦 锦色 五多让你五十弦 这不是锦色的主张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是天生来就是如此 是狡诫煎熬 你为什么要狡诫追求光明 你为什么要煎熬 忍受这些煎熬 是无可奈何 是网自持 是你白白的 大家看你这么傻 狡诫煎熬 我说的是李商隐的诗 狡诫中无倦 煎熬一字求 所以我当年就爱诵一山诗 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就说我很奇怪 我虽然很小 比如说我念 我第一本开盟的书是《伦理》 我就说赵文道西死可以 我就想那道是什么呢 我就给我很大的激动 那我看到李商隐的诗就是有些个诗句 他一下子就跑进来了 所以我一直从八岁念的诗八十岁还没有忘 他自己跑进来的 所以我说狡诫煎熬 忘自持 我当年也爱诵一山诗 那李一山说的好 说这个灯有幸运的灯 可以随着那些诗人文士饮酒看花 如果说作为一个灯 我是酒变花外是层五分 我从来没有过诗人的浪漫的饮酒看花的 所以酒变花外对我说起来 没有这个缘分 酒变花外层五分 鱼冷创寒是有梦之 就在那雨夜雨冷窗寒 那这种感情大概只有梦是知道 现在呢 但人老去 你八十岁当然就老了 是愿度吃 你所有的希望跟期待 不管再有什么希望也都太晚了 所以人老去是愿度 目看图影就起相思 忽然间看到这个老油灯的图画 想到李商隐的矫介中无倦 见耳易自求 化石随久远 那雨夜就备伐修 所以目看图影起相思 是众心一焰平水事 可是我这个灯没有熄灭 灯里的火焰还在燃烧 中心的那点火焰谁看见了 是地利 长明永夜市 地利是光影闪斗的样子 那个光一直还在那里 永远是光明的 就是在那慢慢的长夜的黑夜中 那一点光明还是存在的 这是一首 我还写了一首 远西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自自显示 何华 雕尽我来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肠子应该是那个肠子 这个也有原因 我说我现在都不是说特别找个题目怎么样写 都是偶然就是我们说情动于衷而行一言嘛 就偶然有一什么东西感动了我 我就写一篇作品 这个呢我写的是荷花 我跟荷花 我点姻缘 这个因为我的乳名是荷 所以呢我对于荷花也感到特别的亲切 跟我小的时候点油灯 所以我看到油灯就感动了 那么为什么对于荷花呢 因为我不是现在我在南开大学 就是天津的南开大学 成立了一个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那个南开呢 其实大家听到就不是一个像清华北大这么有名的学校 这个校园呢也不是说特别美丽的校园 但是这个校园里边有一壶的荷花 每年春夏的时候含苞 夏天就开了 我曾经整年在南开教过书 所以我看到过那个荷花 含苞盛开我都看到过 可是现在呢我常常都是秋天八月底九月初 他们开学我才到南开大学去 到他们过了旧历年春节放假了 我就等了 所以每一年我到南开的时候 真是寒淡香小睡也惨了 我每年到南开都是八月九月初 都是寒淡香小睡也惨 所以那我就又到了南开 就看到这个荷花就写了这首小词 我说又到长孔过宴时 云天字字写相思 荷花雕尽是我赖之 就是这个 这个王国伟写过一首词也是 他说是农是梅花 郎似叶 借来是首府控制 农 你农我农 也可以说自己 说我 就像是梅花 农是梅花 狼 你也就像那个叶子 农是梅花 狼是叶 借来 就是等你来的时候 借来首府控制 你来的时候梅花都已经凋落了 所以你所接触的只有空空的梅花树枝 他说 墨烟花落早 你不要说这个花落得太早了 墨烟花落早 只是叶生 是这个叶子生得太晚了 这是王国伟的词 可不是我的词 我就说来的 我来的太晚了 所以我说 蛤花 丢进 我来吃 每一年我来到南开 都是寒淡香蕉 翠月餐 这个当然是写实 另外 后来 就是这一首词 我的学生 我就有很多 我的研究生 我有博士生 硕士生 还有博士后 而且我这些学生 有好几个 还真的是 能够写实填词的 他们我们 我们都很熟 而且我这个人 向来都是跟学生 跟朋友一样 在座的 也许有我 当年台大的同学 都跟我很熟的 所以他们就说 老师啊 你后边的三句 这比较不平凡 比较有新的意思 这头两句 就太平凡了 这是大家常说的 又到长孔过宴时 云天自自写相思 这个好像是 这就比较平常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可是呢 你要知道 这个诗词啊 各有不同的好处 有的时候 你从 一开始 就打动人 苏联 双风起 你的杜甫第一句就写得好 可是呢 有的时候 这种感动呢 你不要 你不要一下子 就给人这么一锤 这么重 你听了 就细水 漫流 你慢慢的 就把人带进来了 而且 虽然前两句 很平凡 可是后 后边的三句的感情 是由他带进来的 如果你没有 云天自自写相思的感情 你就不会有人生一老 梦长池的感情 所以我说 又到长孔过宴时 我每年回到南开 都是秋天 红宴了 都北非了 又到长孔过宴时 而红宴呢 总是 我们说排成一个人字 不是吗 宴子总是 怎么排成一个人字 而中国认为 红宴是可以传书 红宴又可以代表 一个人的字 所以是相思的意思 中国的红宴 是代表相思 所以这个 我说 又到长孔过宴时 所以在那个白云 青天之上 你看他写的 一个一个的人字 都是表示了 相思 又到长孔过宴时 云天之下 相思 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份 说不出来的 被大字人引发的感情 所以你会荷花 丢进卧来之 人生有情 谁能前此 而我每年来 都是荷花 寒淡香肖 碎叶桑 可是我这个 好办的时候 我就把它翻起来了 就是说 荷花虽然是凋零了 可是只要有 莲子 生命就存在 而且我这里边 还有一个中国 考古的传说 是很多年 好像我也许在座的 有人看了考古的刊物 就是说 大陆有一个什么地方 我现在记不清了 汉墓 汉代的墓 这个坟墓 墓墓之中 就挖掘这些肾脏的 挖出一个 两千多年前的莲子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这两千多年前的莲子 早已就枯干了 说后来他们就拿去培养 居然就发芽 长叶 还开了花了 是不是 所以我说 虽然是荷花 丢尽 我来吃 但是莲石 就是 花虽然落了 只要有一个莲子 就是经过几千年 你看它都枯干了 都萎缩了 只要那个莲心的 那一点点的生命种子存在 莲石有些人就应不死 你看两千多年以后 你养它 它还长叶开花了 莲石有些人应不死 所以我的愿望 也是我对于古典诗词的传播的愿望 莲石有些人应不死 是人生一老 是梦常识 人生真是着眼之间就老了 那天他们给我看 我们台大从前的照相 当年 我从1954到台大去教书 那个时候 我不过刚刚30岁 我是我们系里边的老师里边的 最年轻的一个 现在我已经是 不管在哪里 我都是最老的一个 所以我说人生一老 可是我的理想 我的愿望 我对于诗词的感情 还一直存在 是人生一老 我的梦常识 是千春 油带发滑资 就像那个莲子 经过两千年 就是经过千年 千春就是千年了 但是春子更美丽 更是代表一种生命 我还等着那个莲子 有一年发滑资 它会长 也会开花的 只要有诗词的种子留下来 我们中华文化一定会长叶开花 所以千春油带发滑资 我们中华文化 谢谢 再用最热烈的掌声 自财成功的人物 欢迎大家继续来追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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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